汽車沒有迴轉的空間 這樣的話 違反我們的都市計劃精神 所以我希望各位委員考量這一個民宿計劃精神 作為一個本案的情節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雖然政府有什麼容器廣速遺傳措施 但是我希望各位委員幫忙 這一塊機器不可能依照容器遺傳來處理 因為他所有賢人有七十幾位天附在台灣 國外各地 要整合如顏目求疑 根本不可能 所以要此情話是困難從手的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能繼續轉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財產會付出預計 一瞬間會發援自由 所以請各位委員尊重所有賢人的 人民財產前 財產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 依照憲法第15條 剛剛成名指導 依照憲法第15條 國家有權力要把握人民的私有財產 謝謝各位 好 謝謝蕭先生 第三位是魏先生 魏所政 召集人 還有各位委員 還有教授 大家好 我姓魏 我是這間那個 這個文化市場會議的所有全民之一 其實剛剛那個小姐已經講了很多了 我是在這邊就是說長大了 我只能夠說這個建築物啊 本身 在這個四五十年間 我們的這個家族 已經有很多的整修替範之類的 後來因為沒有人居住 導致坍塌 裡面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凋樑化洞 還有什麼 零等居住過 完全都沒有 然後在上一次呢 十二月五號的時候 有那個李教授 李千朗李教授 代理五位委員 陸內就是說 觀察過了 現在可能比較有爭議的就是大門口上面有兩個聚錄的字 就是大門那裡 還有後面有一個洗衣草的部分 如果說以那個李教授還有那個 另外五位委員的這種結論來講 我是認為說如果 他是如果真的說有新的那個那個建築 還是說變那個屋根的時候呢 我們也很樂意啦 很樂意很願意 將這個台北還有那個洗衣草 融入在新的這個建築物當中 這個我們很樂意來做 甚至於說上面還有提到說一個異杯的那個問題 我們也很樂意來配合啦 就是說希望各位委員 菊教授 能夠說明察就好不想 看一下因為我們這個真的是很殘酷的 而且它並不是說在什麼 古老的建築工法 還是說它的材料上面有很特殊的地方 這是很一般的磚塊啊 還有一些 就怎麼講 沒有說很特別的工法 也沒有很特別的建築材料 那幫各位委員 稍微幫我們注意一下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看那個是都同一家嗎 都衛軍領衛義友是還是不同的 同一家 都同一家 好 那要不要一起把它講完 我再來請那個提報 我們再來做說明 衛軍領衛義友嗎 有要報的消息嗎 衛軍領衛義友 對 尤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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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 好 尤尉友 各位前兵文化的教授 我今天是有機會來這邊講的 那個房子整修倒灘的時候 應該是在寧國五十三年 那個時候是我當兵重修 全部都全部都塌下來 那個重修 那個娘也換過來 那個平凍那本來是木材的 有些人又鑽坐起來在補抓 所以那個是五十八十 那現在在使用的所有屋頂上面的 全部都很多的地方都漏水了 夏宇都要拿臉城西走 那比如說在拜拜的時候也要 也要不知道還在哪裡拜 所以已經很老舊了 還有我們現在已經有 那個在辦理毒根啦 已經有將近七十八的滷根紅利 那假設能夠順利的話 我們那個照理人的建議 我們都會把它保持下來 因為我們還有計畫那個我們的食堂 還要在那邊逛逛 所以我們有靈魂空間來 把那個你的家族的土地 我們把它拎起來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那位均領他要表達 如果意見都一樣的話我們就 好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主要不是所有屋頂的 只是在家我出生 身長在裏作 則會是想要注意一點 各人的想法來談 記得從小 不行和我說 站在旋盒上 以往時期都是天 放以往時期都是我們回家的產品 面對選台北市最大的民的國中 講不能闖案的肺山中學 政經醫院 台北物理學院 南區不分的台北龍頭 是排派出所有的 都是三七五檢豬 還有就是計畫時土地的贈收 誰能說 我們家族在這塊土地上 沒有貢獻付出 再不錯 我們要共同生存的美好回憶 但是土地變成青人之間 爭斗加貫 倉細人月下 我們運文利益的範圍 花粉刺青人在法月輸送一段 在我看來 不錯真的是有歷史 歷史的價值要保存的資產價值 但我不是大 還沒報章媒體大福報 領辛的衛家 大福班就自家的不錯 自家的資產 我側然開頭一看 才知道我們都是來自居住的一員 有些人急著詢問 有些人急著面問 看到現場委員所出的報告 我實在不懂 因為講的是我一定能夠完整的保留 那就比較不激了 那就是奇蹟 看那個奧爾曼的聖母院 照到其身幾根組織 希臘神殿 降貝勳 入學說 他沒有歷史國化的價值呢 就算一塊點兒 還有一塊洗衣 那一點一地都是長期的願 歷史國俠人的見證 但沒有被完全保存 或崩壞 一定是難念的 各國化 為了土地開發的利益 在第一次的會談 也沒有公權力的介入 詳細的介入 可以直接會談 然後到第二次 中間有空方形 中間若是有任何的損壞 不免會 而且站在經濟利益土地開發巨大利益 家族反對聲浪不斷 站在市場圈 和改對面的等級寶分 都是委員希望 我站在我個人的希望 是希望委員的委員 看到我們補扣的聖母 因為那個 都市計畫的基礎道主拆 那一定是全部都拆除了 然後在背除的中間 我希望背除中間的 都市計畫基礎道路 還有其他嚴重盤趴的建立 張立東址能夠完整算 保留武力原有開發價值 而主要的結論 這讓我相信滿分的成長會減少 最後我的機會 原本是公平審理 我們會在路口 是有部分抹滅的歷史國馬價值 這是全台灣人民的先祖 開墾的基礎 還有共同的回憶 重要的文化基本 資產 拆除了再也會不來 就是臨近捷運展 也不要讓台北市九夜市文化 拜託 人情重是文化資產的價值 謝謝 好 謝謝 來 謝謝 最後一位是蕭文姊先生 各位我現在都知道 出現的時候如果沒有價值 請幫我們去看 我要再做很多衛家子 請各位看 這張PPT上第一章 他告訴你衛家在19090 就已經在這邊示範 總部的資料 你告訴我們文化資產價值 那我們再看第二章 好 那我先用範圍一個 排開拓的你的北半和借杯 為什麼要講這個杯 因為他這個杯裡面 牽扯到三大佳 就是 撕拍的 衛家 賴家 蟹家 蟹家 三大佳 但是三大佳 大部分的文字都不見 剩下衛家 盡快 好 那我們就看到他現在的位置 現在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目前唯一有保留 就是賴是五錯 非得其實也只有保留居物 再下一章 好 那就是他的現狀域 面貌再下一章 好 那我們依照 我們要判斷說這個王子 是什麼時候蓋的 我們就可以從這篇資料裡面 可以知道 這上面已經有列的資料 好 那我們會知道他是1865年出生 所以我們判斷他大概是在青唐末期 所以日本時代初期 就已經存在了一個建築物 好 再來 好 那台灣人物 這本 台灣人物是這本書 是在講台灣的名人 所以我要問各位委員 他有沒有名的紀念性建築的價值 我們來看到這邊 他是一個資產家 他是協商的業務 同時他也是所謂的一個銀行家 好再來 好 好 那我們看到班漢紀念碑 這邊我會講到他 這個碑跟他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台北市的古物 請各位委員清楚一下 好 第二章 好 這邊他告訴你他 在那個所謂的游戲 旁邊撿到這一個碑 那個戲就是他們主廚的後面 好再來 好 那我們就看到了建築物欺負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剛才我講的那個班漢的碑 在哪邊 在示範給他 最早我們會在那邊 為什麼會講 這邊是誰欺負的 來 就是他們的主權 他們講不知道自己的主權是這個樣子重要的一個人物 再來下一張 好 所以我告訴你這件事 示範給他 就是他們要記住的 好再來 好 所有圖片都在這邊 這是台灣總督府的主要請再看 好 好 所以可以看到當時的平面圖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 好 我就放幾張跟時間的關係 好 他其實他這所謂的 台灣的礦業發展 非常有奉獻 所以我們看到他 為什麼會被列入到 當時的一個民間的原點在這邊 所以看到礦業開許可 好 再來 好 那我們就只要就盡快把他跳過 這只要當時的一個礦業的一個 這些資料 好 所以可以看到採放石碳的這些資料 都在這邊 好 好 再過來 再過來盡快把他跳過去 好 這當時的一個位租的狀況 其實就只有這一塊是 他們的居留 這個是大概是在1949年 可以看到旁邊都是所有造型 所以農業居留的呈現是在這邊 好 再來 好 所以看得到這幾個都是當時農業居留的一個樣貌 好 再來 好 那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委員 其實你就會看到 對所謂的經驗新建築在這邊 我們先不要講股基地史 重量貢獻人物相關的這些資料 應該所謂的 他的建築應該有保留 我這樣想說 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出他具有紀念性建築的意思 那當然他跟所謂的幾個 重要事件也非常有關係 我們先要看 看這個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位置 好 這個我想我們交風水的老師一定會知道 這邊的建築 如果在台北台路南的建築 可以找到這樣子的風水 幾乎是看不到 而且他的所謂的水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流到 這邊的雨水 都是流到這邊的紙 那可以看到農業居住一個 一個非常經典的樣貌 你再過來 那我來講是說 其實我們在北投 你可以看到都是漆的一個牆面 從青桃至金 那我們北投其實現在已經沒有這一類 所謂青桃建築 那奈石不錯 又非常的不完整 那我當然知道他後面有一些 所謂是那麼漂亮不完整 但是我們如果去 不得去把所謂的這種震生 把旁邊的戶頭保留下來 把水池保留下來 後面讓我們的所有錢 居住的所謂就是公平設計 他們既可以有 可以扭動機一轉 而且有大樓推出 那居住生活其實 其實是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而且這個是一個賣點 再下一張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建築的一個細部的一個構造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契案 不管我們北投序後 這樣有關係 再下一張 所以我要講的一件事情 它象徵的是北投失派的開發死 不要說它沒有價值 另外一個 郭家子孫其實在場看到的 我們祖先是非常的偉大的 建政的清朝的日本時代 統治時期的一個建政 居入行建 就建作為這樣子的建政 它不只是協議中立的 這邊其實協的比較草率 也太捐利 我告訴各位 明德國中的地還是他們家族的 不要告訴我他們有歷史家族 家裡面的祖先不重要這件事情 這個我想 先注意在這邊 我再跟委員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文化維廠價值 我們今天我就不足的站在這邊 幫外交去講這樣子的一個話 請各位委員 請各位委員 把這個 這樣具有在北投裡面 靠市長講的環境博物館園區 北投環境博物館園區的概念 請在這邊發言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來 那個 有關關系的部分都談完了 那有民眾 有兩位要發言的 一位是李庚李先生 一位是孫啟榮先生 是吧 好 那麼兩位各三分鐘 我們那個按鈴是第一次代表什麼 還有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答我來 那我是李庚李 其實我在在地推動 就是在地文化推動 跟環境博物大概在地 重述母年的工作 那我們其實從整個北投來看 其實目前北投剩下的太陽建築 剩下五到十五棟 現在是參與棟就走這樣子棟 那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比較有名的幫忙 是在協案時的保存跟參與棟的計畫的部分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案子來看的話 其實整個北投 剛才佳老師有提到的 然後持牌重要的三個三大家屬 賴家、謝家跟衛家 其實他們所存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少 甚至謝家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已經全部採除 那賴家只剩下一個戶 而且只剩下他們的宗池的鎮身而已 那去年十二月有稍微再多了 因為他現在被跨到科學園區的公園 所以稍微他的範圍再稍微大一點 再來就是衛家 衛家如果這些東西再拆掉 其實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去保存 在地的這些開發的記憶 所以我想要提到的是 其實目前我們在跟中二高中 跟民俄國中 跟國小跟民俄國小合作 在講在地文化的時候 都一定會提到這戶人家 而且學校老師也非常重視 真的跟我們要相關的資料 可以跟小朋友去講 講述當地的發展史 那以後如果真的只能靠老照片 北投資很多地方只能靠老照片去講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而且其實文化局非常用心 在北投區下的非常多文化資源 可是都是著重在北投區 新北投的溫泉區 可是離開了新北投之後 就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我們在講整個北投發案史的時候 其實是從環境輪圈的角度 希望從核心的觀光區去向外延伸 可以講到關渡 可以講到石台 可以講到起立案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案子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保存的價值 它是在整個完整 在講整個北投發展史 一個非常重要的最後一個房子 如果再開掉 就真的沒有了 所以希望各位委員可以再審思 我希望這些房子可以保存下來 謝謝 好 謝謝 來 孫先生 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孫晴隆 我的職業是建築師 長期我在參與文化資產保存 還有歷史建築保存 就在用的工作才能量多 我今天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在拆跟不拆之間 是不是有雙贏的機會 很可能 對我來講 肚子計畫跟那個 相關的道路已經開閉等等 這些事情是既然的事實 但是對我來說 那個文資法 文資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剛剛前面很多朋友已經分別都就 不管是支持拆跟支持不拆的朋友 都已經分別說你的這個老房子 它有深刻的意義 所以對我來講 我希望那個委員們能夠珍惜我們 文資法這個重要的工具 對我來說 能不能突破都市計畫法令 相關的規定 廢項 然後讓都更跟歷史保存能夠共存 我覺得它的啟動 恐怕我們沒有辦法計畫 我們都市計畫的主管機關 都發群 而是在各位委員手上 這個文資文貴的委員 如果各位能夠裁定 這個是一個古蹟 我們就有機會去徵求一個可能的機會 在為台北市見證一個雙贏的可能 那剛剛我們很多的朋友都提到 我們在北投地區 石牌地區的三家家族 我們過去因為吉利安戰 吉利安池的這個歷史脈絡 消失蕩然無存 對我們來講 在這個脈絡裡面 我們學習到的是 在都市計畫的工序 所以跟羅哈斯坦保存裡面 我想我們都是為了遵求雙贏的 遵求雙贏的局面 不是為了要只是支持台北發明 所以對我來說 但是這個啟動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由獨發局自己來啟動 這些事情 必須由各位委員自委員做明智的彩利 所以對我來講 一請主席 能夠站在一個整個全市發展 地區發展整體的脈絡裡面 能夠爭取這個難得的資源 能夠爭取一個失敗的案例 讓我們能夠爭取雙贏跟多贏的局面 謝謝 好 好 謝謝 我們相關的這個發言 就告一段落後 那不知道各位委員 有沒有什麼要提問的有沒有 好 沒有 我們進行投票 各位要投票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兩張 一張是綠色的 那是古蹟 一張是白色的實力是建築 所以兩張都要投 補充報告 那等一下會先開古蹟的部分 先開嗎 對 古蹟跟兩張都一起投 那會先開古蹟的部分 如果古蹟有過半 歷史建築就不明了 好 就是我們兩張一起投 好 一起投 那等一下開票會先開 如果古蹟有過 歷史建築就不開了 因為它的強度比較強 那如果古蹟沒有過 我們就繼續開歷史建築 這樣子好不好 就順序讓各位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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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跟各位做個宣布 那麼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就這個筆記的部分 十五位出席委員 一位同意登陸古蹟 十四位不同意登陸古蹟 所以本案不同意登陸為 指定為北投區雲的 路股11號為之下 四位古蹟 這個第一個部分是不同意 好 繼續我們看 一位 好 向各位委員報告 本案出席十五位 出席委員七位同意 八位不同意 九位 我先有假設的 一位 十五位 一位 十六位 十六位